中央社教廷首都范蒂刚20日综合外电报导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Pub Francis今天呼吁警察蓝简石要展现慈悲心 但他同时也坚定立场反对把街道当成一级方程式F1赛车跑道的飙车行为 法新社报导 这名阿根廷出生的教宗今天接见意大利交通与铁路警察代表时 谈到日益复杂而混乱的道路现况 方济各说我们必须考量到很多驾驶人的责任心有限 他们经常没有意识到开车不专心会导致严重后果 像是违规使用手机或无视安全法规 他补充原因是急躁好身心好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把其他的驾驶人当作必须超越的障碍或敌人 好像把街道当成F1赛车跑道一样 不过面对违规驾驶人时 方济各也说交通警察应该展现慈悲心 不是把这个人跟他散的法连在一起 而是试着理解这个人行为背后的原因 教宗说展现慈悲心既不是软弱的表现 也不是要放弃执法 译者中央车林洪汉1061,121 去年人物赛车林洪汉1061,121